Hello 大家好 我是烫海鸣鸣风 今天我们又过了夜前了 昨天我们的夜前把抓到的十九弓放生了 然后有很多网友都替我们可惜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过来的目的主要就是抓十九弓了 当然了这个螺肯定也是跑不了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特意赶制了一把迷你版的仪叉 这个是非常小的 主要就是专门抓十九弓 在我们爷爷那一带呢 他们的鱼叉是很大的 然后是两个牙到三个牙齿的那种鱼叉 因为之前在这些浅滩水窝的地方有很多大鱼 所以之前的鱼叉就比较大 来吧 那好了 我们现在下水了 在我的记忆里面 我们从小到港海的目的呢 就是给自己的餐桌上加点菜而已 努力一点点 实现我们的海鲜餐自由 今天不做床鱼 走开 难搞咯 哦这个水那么浑外面 想去外面去不了啦 只有外面的十九公厨多一点 这外面的水比昨天要浑好多 只能是搞点螺了 有螺吗 没有螺 到下面去 要么是到左边那个地方去 到下面去 我知道有个地方 你螺很多呢 只要那里水清 就OK了 去搞一搞吧 不行的话 我们撤回来 就在这里搞一点 然后那边搞一点 我说话了啊 我的海鲜汤来了 我说话了啊 我的海鲜汤来了 我说话了啊 我说话了 過來!過來!過來! 我這個蘿蔔找到了 一來到這邊就好多蘿都是比較大的 我們剛才在上面基本上沒有什麼蘿 這個地方不大 兩個人隨便搞一個一八斤回去就得了 這個蘿現在還沒這麼出來 因為這個槽位還沒長得很高 如果這個蘿多的話 這個鮑魚礦上面都會爬上來的 又有一個這種螃蟹 看不出來的 不容易這個螃蟹不好發現 之前我記得小時候 在海爹是沒有這種螃蟹的 這個應該是屬於深海的 然後它現在可能是不知道什麼原因 全部都跑到近岸 我外面都能發現 這個就應該屬於入侵物種 它屬於深海的東西 來這邊已經倒了 可能有好幾斤了 現在裡面的樓剛剛都爬著石頭鳳 剛剛都爬著石頭鳳 在這裡 有些東西 在這裡 在這裡 哇 exceeds沒有 哈 海里面真的是 什么螃蟹都有 啊 走吧 不好抽叠 都要被人跑了 哇 这头海担很恐怖 麻烦了 手电没有电了 还没抓过影呢 找一下楼表 我去了 鸭公雕 也没抓过 手电 雾 雾 蓝 雾 雾 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鱼满身都是刺 刀刺都是刺 但这个鱼组团特别亮 哎呦 被它炸了 这个手套煩割的都顶不住它 它刺太风内了 但这个鱼肯定是没有毒的 哎呦 啊 回去 哈哈哈哈 上二了 今天收获还不错 有好多货 回到岸边才打了一条火鱼 蟒身的铠甲 今天这里应该搞了20斤差不多了 老板也上来了 回家 我估计现在都凌晨一点钟了 今天搞得最晚 到处来看一下 应该有20斤差不多吧 猪仔螺牛眼螺 拿这个鱼擦想去擦石鸥公 我得煮汤了 就擦了一条石鸥公 然后还有一条火鱼 这个鱼煮汤是非常非常亮的 但是现在这种鱼比较少了 才抓到 哦 黑齿蟹 好了 今天的收获就这么多 很多网友呢 都会问到我们 这个猪仔螺怎么吃 我明天做一道美食 教大家怎么吃这个猪仔螺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了 拜拜